虚拟游戏成为现实 废物千金竟一夜成为天生媚体 只是不小心掉落的一张手帕 在场的所有人都疯了式的抢夺 平时欺凌她的女仆庸人 竟也开始对她温柔以待 可看着所有人疯狂痴迷的表情 克洛塔却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这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在不久前 女孩还只是个人群中的小透明 直到某天她突然好奇 如果生活在所有人都爱着她的世界 那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在机缘巧合下 她接触到了这款虚拟浪漫游戏 玩家将扮演贵族千金 攻略三位性格迥异的男主角 可在选择玩家时 她没有选择可爱的皇室公主 或拥有神力的高贵圣女 而是选择了备受歧视的伯爵之女 虽然难度系数极高 但这个角色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的她 融入不了集体 连唯一的家人也与她形同陌路 于是女孩将角色的魅力属性点满 可当数值达到999点时 系统却突然发出了警告 随着一阵刺眼的光芒出现 再次睁眼时 她已经成为了伯爵之女克洛塔 摸摸自己柔软的脸蛋 现在的科技都如此先进了吗 可还没开心两秒 房间进来了几名庸人 下一秒冰冷的热水 全部泼到了克洛塔的脸上 哎呦不好意思 我脚踩空了呢 怎料下一秒只是看了小姐一眼 女佣们竟全部羞红了脸 瞬间态度180度转变 纷纷一拥而上的服饰 莫非这就是999魅力值的威力吗 为了验证猜想 克洛塔来到了花园中 果然所有人只需看她一眼 无论男女通通都为她倾倒 这种被好感包围的感觉实在太爽了 此时侍女传来通报 原来是克洛塔设定中的未婚夫来了 而目的正是为了退婚 然而在看到克洛塔的那刻 男人退婚的话戛然而止 激动到夸赞的话都说得结结巴巴 但克洛塔只想快进这段剧情 因为她明白男主角另有欺人 借口困了离开此处 很快克洛塔回到房间 美美地睡了过去 可在深夜时 却被一阵稀疏的动静吵醒 下一秒她见到了平生以来最恐怖的景象 所有仆人都像入魔般的聚集在床尾 纷纷痴狂地朝她扑来 吓得克洛塔赶忙冲出房间 可跑出房门的瞬间 却看到未婚夫手拿长剑守在门侧 一刀刺入追出的仆人胸膛 失控的那喊着对克洛塔的爱 随着仆人一个接一个的倒地 克洛塔恐惧感达到了极点 她奋力地逃出府邸 门口出现了一位男士 小姐您没受伤真是太好了 请跟我往这个方向逃 看着男人还算理智的模样 克洛塔选择赌一把 好在顺利来到了一个披静安全的地方 怎料才刚刚松口气 男人却突然抱住了她 下一秒便从悬崖一跃而下 我爱您小姐 这样我就能永远拥有您了吧 幸好下方的河流缓解了冲击 克洛塔狼狈地爬上岸 她疯狂地喊着注销账号的话语 想要逃离这个游戏 却惊恐地发现一切已成现实 这也就意味着 克洛塔的结局将与她成为一匹 当她回过审坊回府邸后 未婚夫已经被骑士团制服 房间的下人也已全数更换 随后父亲把她喊到了书房 看着眼前一直鄙视自己的父亲 克洛塔开始好奇 现在的她是否也会发生转变呢 果然一向冷漠的父亲 焦急地关心着她有没有受伤 可渐渐地克洛塔发现不对劲 父亲怎么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呢 女儿成为天生媚体后 父亲就彻底疯了 为了避免她被别人占有 父亲竟想将女儿囚禁在高坦之中 这样就没有任何人能伤害你了 就在那做我一辈子美丽的女儿吧 吓得克洛塔一把推开父亲 在假装思考 父亲请您给我一些考虑的事件 说爸便赶忙逃离了书房 回到房间后 克洛塔开始思考当前的局势 若她现在真的附身于那款浪漫游戏中 如果达成了攻略三位男主的目标 游戏会不会就此迎来结尾呢 或许这样她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 此时一道男生打断了思绪 新来的是从正请求进入她的房间 这让克洛塔回想起最初的时候 她将侍从喊了进来 隔着屏风询问对方来意 原来明天是首次举行皇室宴会的日子 帝国所有的贵族都会出席 或许在此处可以见到男主角 但对身负魅惑之力的她 参加宴会无疑是件极其危险的事 随后克洛塔喊退了侍从 果然这次一切都很正常 看来如果和她对视的话 魅惑之力才会瞬间增强 所以在那天夜晚睡觉时 由于闭着眼睛 夫人们才会一直趴在床尾没有扑上来 想到这克洛塔赶忙将房门反锁 可刚想休息 却再次传来敲门声 听到父亲声音的那一刻 克洛塔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 见女儿没有回应 男人敲门的声音愈发急切 一生生重击彻底击溃了克洛塔的心理防线 好在不久后父亲离开了 看来这样躲下去并不是办法 他必须尽快逃离伯爵府 也许参加宴会与男主达成共识 才会出现转机 时间一晃来到宴会当天 克洛塔捂着头进入了会场 寻找起资料中的男主角 看远处一人被女士们团团围住 想必正是其中的男主之一 看起来简直比资料中描述的还要英俊 皇太子艾比安 帝国唯一的继承人 被所有女人爱意包围的完美男人 正当克洛塔思考着如何接近对方时 身后却传来虚伪的问候声 来者正是几个喜欢嘲讽他的贵族 克洛塔赶忙挡住双眼 不料却被对方认为太不无理 直接用扇子聊起他的下巴 对视的瞬间 几人便全数陷入了爱河 刚刚还在嘲讽克洛塔里群的女人 瞬间发誓要给他买最漂亮的裙子 无意转头对视的男人也入了迷 直接一把将他紧紧抱住 吓得克洛塔赶忙挣扎推开 怎料又被身后女士一口吻了上来 见此一幕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蜂拥而上的抢夺克洛塔 关键时候一双大手将他拉出人群 这可是宴会 你们在干什么呢 好在顾忌皇太子的身份 众人这才恢复了一丝理智 见此皇太子将克洛塔带离了会场 两人就这样来到了僻静的场外 克洛塔这才得以喘了口气 可很快他便再次紧张起来 如果皇太子也像那些人一样疯狂呢 女人拥有一双魅惑之眼 凡是与他对视之人 都会不可自拔地爱上他 可当需要攻略的男主站在面前时 克洛塔的魅惑之力竟然失效了 面对他灼热的目光 对方只是淡然一笑 然后绅士地邀请他共舞一曲 丝毫没有像那些人一般做出疯狂的举动 可前不久才穿越过来的克洛塔 根本不会这些贵族舞蹈 刚一动身就笨拙地踩到了皇太子的脚 而那人只是温柔地鼓励着他 一切都可以慢慢来 毕竟这里只有我们两人 这可把克洛塔整害羞了 看来皇太子就算没有对他痴迷 但似乎也表现出了想要接触他的模样 于是克洛塔再次盯上了对方眼睛 卫视的瞬间却把他吓出冷汗 皇太子一张帅脸 差点让魅力值爆满的他都沦陷了 赶忙低头收回视线 怎料皇太子突然娇羞捂住胸口 您是不是对我的这里很感兴趣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呢 随后一套魅眼小连招 吓得克洛塔晚饭都差点喷了 好在这只是玩笑 其实我把你带到这没什么意思 只是不想让你在宴会上为难罢了 随着会场里的音乐结束 趁着皇太子转头瞬间 克洛塔便迅速逃离了此处 皇太子果然是出名的浪荡子 撩人还真有几分功力 更甚人的是他无意中露出的眼神 那是一种正在观察的感觉 此人或许暂时无法攻略 于是克洛塔决定 先见见其他两位男主再做打算 就在此时 转角处传出争吵声 动静一看竟然是第二位男主 爱钱如命厌恶人类的富豪公爵阿诺格 身旁的爵士正劝说 他进入会场见见各家千金 毕竟在这样下去 可能会传出您不敬女司的丑闻 难道阁下是喜欢男人身体吗 怎料下一秒就被大手扼住拨稿 某种程度上你说对了 毕竟对男人这种程度也算是种触碰 随后直接将爵士扔下了楼 吓得身后那人赶忙闭上了嘴 而目睹一切的克洛塔都快崩溃了 为什么恋爱游戏的男主角会是这样的呀 目前见过的男人没一个好惹的 可如果错过这次机会 下次再见到这些男主角不知要到何时 于是他趁着阿诺德独身一人 悄悄地跟了上去 果然阿诺德很快发现了他 克洛塔赶忙介绍了身份 并谎称自己只是路过 而对方则满脸冷漠 就这样经过漫长的沉默后 阿诺德竟然发出了一声不屑 所以这是999魅力值的人 该收到的反应吗 而接下来必须要让对方与他对视 于是克洛塔一把拉住阿诺德 框框上前就是一顿彩虹屁 结果阿诺德直接甩开了他 便此克洛塔干脆捧住他的脸颊 直白地请求对方看着自己 而就在对视的瞬间 阿诺德再次将他狠狠甩开 冷漠的脸上甚至出现了一抹杀意 这下是彻底完蛋了 好在最终阿诺德只是气愤地离开 看来魅惑之力对男主们完全没用 而目前两个男主都不是好攻略的人 现在就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最后一位男主了 可还没走两步 克洛塔迎面遇上了三位男士 而那该死的魅惑之力开始散发 三人瞬间将克洛塔团团围住 其中一人更是直接上手 想将他带离此处 就在克洛塔感到无助时 一把锋利的剑刃突然出现在了男人伯梗 请您立即驻手 夫人貌似不愿意呢 男主中的第三位男主终于出现 与前两位男主的阴冷暴力不同 面冷心热的圣骑士团长塞尔 一出场就阻止了吃汗们的恶行 可面对锋利的贱人 男人们竟开始变得加厉 颠倒黑白的说是克洛塔先勾引他们 怎料下一秒手掌便被斩落在地 未经允许冒犯他人 就这样看着断腕忏悔一辈子吧 顿时下惨在场众人 纷纷惊恐地落荒而逃 转身关切询问女士是否受伤 结果克洛塔一屁股跌入了水池 我的脚貌似没有力气了 于是塞尔直接将他抱起 抱歉小姐 在下失礼了 随后将他放到了椅子上 便行李打算离开 克洛塔赶忙阻止 但是我衣服湿了很冷 可以过来帮我取取暖吗 那我把衣服脱给你 不不不 外套还不够 那就再给你一件 瞬间躯黑的腹肌对在眼前 看得克洛塔慌不择言 不不不 我要的不是这个 那难道是下面这件 反应过来差点失态的塞尔 赶忙朝着克洛塔道歉 随后两人互相进行了自我介绍 原来罗杰除了是骑士团长外 还是一名信奉神的司机 所以现在两人独处他觉得不妥 何况你刚刚还打了叛蹄 还是赶快个回个家为好 可对方现在的表现分明 没有迷恋上自己 所以克洛塔并不打算放他离开 变称自己的腿还未恢复 那我就再失礼一次 抱着他八百码冲刺 不一会就将克洛塔送上了马车 看着最后一位男主也即将离开 克洛塔决定豁出去了 一口吻上了对方脸颊 我做了这样的事情 司机大人或许就会记住我了吧 随后让车夫回府 留下了一脸震惊的塞尔 赶忙原地阿弥陀佛 那位小姐只是在感谢我对吧 一定是我误会了 怎料还没走两步 塞尔便跪倒在地 现在该怎么办 我的腿也软了呢 而还在马车上 坦托不安的克洛塔 根本不会想到 第二天三位男主 竟全部给他寄来了邀请函 女孩第一次出席皇室宴会 竟引起三大男主的吉利风抢 不仅一大早纷纷发来茶会邀请 卧室更是堆满了 各家千金公子送来的鲜花 这可把克洛塔整忙了 明明昨天一个跑得比一个快 此时父亲进入房内 没过多久就开始翻病 对着克洛塔动手动脚 还劝说他拒绝这些邀请 吓得克洛塔一个后撤 我觉得这样不礼貌 所以现在我要出门见皇太子 随后便迅速离开了家 可当他到达太子宫外 门口早已被女士们围得水泄不通 原来皇后最近在为皇太子寻找配偶 所以这些都是想见皇太子人 顿时克洛塔感到压力山大 微微懦懦地让侍卫放行 整料周围人听说是邀请 纷纷投来了惊讶的表情 因为皇太子身边压根不缺女人 从未主动给任何人发去邀请 在一众友善的注视下 克洛塔终于顺利进入宫中 接着侍卫安排他在温室等待 远处却突然传来声音 随即出现一位衣衫不整的女士 克洛塔一脸描动的表情 正明摆着是刚刚运动完的模样 在两人简单交谈后 皇太子出现了 刚刚这位女士衣服进了虫子 所以我帮她整理了一下 克洛塔自然不相信 不过却也让她感到一丝庆幸 如果皇太子真的如此轻浮 那攻略她自然会容易许多 恰好皇太子提到了那晚逃跑的事情 于是克洛塔顺水推舟 我只是想给您留下点遗憾 顺时拉上对方衣袖 起名以后就这样找到我 远处却突然传来女人声音 皇太子迅速将克洛塔拉到一旁 原来这些是皇后塞进来的女人 别出声 要是这些夫人爱上你就麻烦了 原来因为皇太子发出邀请的事情 不禁而走 某些人便想给克洛塔一些教训 不过转了一圈没找到 两人便离开了温室 可身后的皇太子却越靠越紧 在他耳边轻声嘀喃 真的很奇怪呢 前不久还是备受歧视的私生你 怎么突然间变这么惹人喜爱呢 此话不禁让克洛塔感到含意 迅速挣脱怀抱 或许是大家最近发现了我的好 我也很高兴殿下能够喜欢我 正好对上皇太子出血的手指 顺势转移话题 原来刚刚移动之时 脖子上的项链划破了他的手指 或许他可以借次转移对方注意力 让我来为您消消毒吧 为了逃离虚拟浪漫游戏 女孩主动为男主清理伤口 怎料下一秒竟被反科为主 皇太子直接将手指放了进去 就是这样帮我好好消毒 全方位清洁后 皇太子放到嘴边回味起来 现在看来自己完全被他左右了节奏 于是克洛塔决定使出终极杀招 他就不信魅惑之眼 真的一点没用 弯腰揉揉眼睛 请您帮我仔细看看 是不是进了沙子 而那人意味深长地看着他 随即露出一抹微笑 什么都没有了 看起来非常清澈 手指顺势拂过他的发烧 所以接下来你还想做什么 瞬间聊得克洛塔面红耳赤 此人绝不是他现在能够对付的 便想离开重新制定计划 等了却被一把拉住 你又想逃跑吗 可我要说的是现在才开始 下一秒皇太子竟直接求请婚 克洛塔小姐 我对你一见钟情了吗 你他娘的到底有什么意图 真伤心 竟然以为求婚是在开玩笑 原来皇后最近在给他施压 导致他与各家千金见面很困难 所以他需要一个契约配偶 但克洛塔不明白 自己为何会成为这个人选 因为你今天的表现 让我改变了心意 真是越看越碍眼了 你不是想诱惑我吗 无论是谁看见你这双眼睛 都会甘愿成为奴隶 被你踩在脚下吧 就像你的未婚夫那样 看到别人碰你甚至都发疯了 但如果对象是掌权者或军官吗 你只需加以利用 就能颠覆整个帝国 但很可惜我深知你的危险性 原来在宴会当天 皇太子就盯上了克洛塔 回府后便赶忙让管家调查了他 与其让别人拿到这把危险的利润 那还不如就由自己来掌控 就这样在我身边乖乖当个稻草人吧 如果拒绝的话 我会杀了你 这下克洛塔终于意识到了此人的可怕 但殿下您错了 我对权力之争或操控你没有任何兴趣 如果你不是真心爱我 那我死也不会嫁给你 一番发言瞬间让皇太子捧腹大笑 他没想到克洛塔会这么天真 随后超绝变脸单膝下跪 我刚刚说的一切都是玩笑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爱上你了 但克洛塔此刻只想赶快离开 抱歉殿下 我需要的是一位低调的丈夫 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跑了 所以从目前来看 这个游戏存在一个糟糕的结局 自己甚至有可能会被男主给杀死 于是克洛塔打算将皇太子从名单去除 此人太过阴狠可怕 最好不要跟他扯上任何关系 封邀请函其实是管家擅自发出的 得知事情的阿诺德 此刻正愤怒地斥责着老管家 最后拿起弓就冲出了门 公爵爱上了个陌生女人 却在见面时差点一见杀了他 因为在那晚回复后 阿诺德的心脏疯狂乱跳 脑海中还会不断浮现那人的模样 便以为是克洛塔给他下了毒 立即让管家调查此人 文言老管家不淡定了 变误人类的阿诺德或许不懂 可管家却一眼明白 公爵这是心动了 便擅自给克洛塔发去了邀请来 如今得知真相的女孩人都妈了 但管家却仍旧邀请他入府 因为公爵的表现绝对是喜欢他 这让克洛塔信心倍增 决定直接去围猎场找阿诺德 可当他到达目的地 却险些被当成动物射杀 好在阿诺德及时杀住了车 但下一秒却质问克洛塔 为什么要擅闯他的狩猎场 看着那人眼中透出的杀意 他喵得哪有一丝管家声称的喜欢 回想起那晚偷听到的谈话 貌似阿诺德也有像皇太子那样 被催婚的烦恼 不许管家是想撮合他们 于是克洛塔大胆询问 我听管家说您貌似迷上我了 怎料对方一脸不可置信 赶忙否认了此事 还顺便问候管家祖宗十八代 但克洛塔不愿放弃 靠近一步试探 所以您对我是真的一点好感都没有吗 随着距离靠近 阿诺德再次呼吸急促起来 看来你真的在给我下毒 下一秒直接举起了弓 这都把克洛塔整猛了 结果那人以为他在装傻 情绪愈发的激动 见此克洛塔只能自证清白 虽然不知道您为什么说我下毒 但如果不相信的话 您可以自己来搜 你要我触碰你吗 下毒方式改变了对吧 此话让克洛塔感到无比委屈 他一把就要将外套退去 既然如此那就请您看好 吓得阿诺德赶忙阻止 或许真的是他多虑了 不好意思的朝克洛塔抱歉 走到一旁想冷静一回 却在回头瞬间 再次与克洛塔对视 看着阿诺德紧张颤读的时候 克洛塔察觉到了什么 难道那人真的有点在意自己吗 虽然很害怕 但这样的机会浪费 岂不是太可惜了 于是在回府的马车上 克洛塔再次询问起了原因 阁下您到底为什么会认为我下毒 难道是因为我的存在 对您太过强烈 才会误认为是我下毒了吗 而阿诺德只是避而不谈 让克洛塔与他保持距离 怎料下一秒马车颠簸 直接将克洛塔送进了公爵怀里 两人只是不小心的一次拥抱 尽到公爵吓得直接飞下了马车 再多抱两秒钟 他真的就要当场阴绝了 见此克洛塔想上前询问情况 却被他勒令指不 再次冷脸质疑起对方的目的 毕竟他厌恶人类的传闻人尽皆知 怎么会有人上赶着靠近他 这可把克洛塔整无奈了 刚刚马车颠簸又不是没感觉到 自己哪来的胆子敢强暴公爵 但阿诺德仍旧不信 不停地逼问女孩真实目的 于是克洛塔决定将真话与假话混合 将那天在宴会 无意听到他被催婚的事说了出来 刀脚一般 原来你对我的好感都是假的 现在请您立即恢复 我们之间的晚餐取消了 我永远不会和一个老鼠般的女人结婚 这让克洛塔感到恐惧又无措 可他刚想乘上马车 身后却传来阴冷男生 阿诺德警告他再也别出现 否则下次就不是说说这么简单了 这让克洛塔彻底崩溃了 一注的瘫软在地 他开始抱怨老天不公 明明现实中他就不会取悦别人 为什么要选他来完成这件事 如果最后一位男主也攻略失败了 他不敢想象自己的结局会有多悲惨 于是调整好情绪 第二天他来到骑士修道院 准备见见第三位男主 这次他打算换一种方式 可经过前两位男主的打击 克洛塔的信心愈发降低 就在门口犹豫时 一位男士向前询问他的脸 克洛塔赶忙挡上眼睛 但貌似有些晚了 好在对方没有异常表现 听闻克洛塔是团长的客人 男人提议可以将他带去办公室 很快两人来到一扇门前 可打开后内部却有些昏暗 当克洛塔反应过来时 男人早已将门关上 脸上也出现了熟悉的癫狂 怪不得高尚的团长要还索 原来是背后藏着你这样的美味啊 看着男人一步步朝他靠近 克洛塔强壮镇定试图离开 却被一把扯住头发 或许这次他真的无路可逃了 就在绝望之际 木门却突然被人撞开 只见塞尔焦急地铲着粗气 眼中的杀意都快溢出了银 他轻声让克洛塔先离开 随后关上了门 在见面时 贱任已沾满鲜血 赶忙向寿金的女孩道歉 原来他早早就在窗前看到了马车 却迟迟未能等到克洛塔 便赶忙开始寻找他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办公室 寿金的克洛塔僵硬地坐着 经历刚刚的一切 他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攻略塞尔 这个世界他是一秒都不想待了 于是他声音颤抖着 邀请塞尔在他身旁入座 而那人却拿来一杯暖茶 放低姿态地安慰着他 等你慢慢喝完茶 我会一字一句倾听你的话 不需要如此着急地表达 并向神启示 我绝不会做出违背语医院的事情 随后便到一旁处理起文件 这让克洛塔感到了久违地放松 看着那人柔和的眼神 克洛塔明白塞尔就是他唯一要嫁的人 或许这次他该坦诚相待 而不是假心假意地勾引对方 可他却没料到 塞尔邀请他前来的目的 正是想让他忘记那晚的吻 见此克洛塔表达了真心 那个吻并不是情绪上的意识冲动 因为我想让人记住我 想要了解人更多 虽然这些话很动人 但迫于斯基的身份 塞尔最终还是拒绝了他 见此克洛塔伸手想要挽留 怎料触碰的地方竟溢出了鲜血 当昔日高贵圣洁的斯基 露出满杯血淋淋的伤痕 克洛塔才意识到 原来彼此都有不得已的苦衷 原来就在一天前 寻查归来的塞尔 向教廷提出了辞职申请 但主教并没有同意的打算 他的弟弟发生了意外 家中只剩下生病 需要人照顾的母亲 所以他才想吞去神职 回归家庭 而且他还和克洛塔 发生了不圣洁的事 那是有被礼仪的 但主教却仍作不懂 敷衍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文言克洛塔明白了一切 当即提出要帮塞尔清理伤口 毕竟他本就欠塞尔一个人情 见溜不过女孩 塞尔只好拿出一瓶药膏 吞去染红的衬衫 不好意思地请求克洛塔帮忙 但克洛塔思考片刻后开口 其实你可以利用我们 没等塞尔反应过来 克洛塔已经发起了攻势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教廷就没办法阻止你离开了 以时你也会恢复男爵的身份 但塞尔却突然神情严肃起来 这件事本就该他一人解决 他不希望克洛塔为此委屈自己 但如果我输这对我是有好处的呢 此刻克洛塔决定摊牌 将自己魅惑之眼的事情全数到处 父亲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正计划将他困在塔中一辈子 这样以爱为求的方式真的好吧 所以对魅惑之眼不受影响的塞尔 结婚也是他最好的选择 或许两人可以进行为期一年的契约婚姻 再次期间你可以保护家人 我也可以寻找拯救自己的方法 塞尔低头陷入沉思 片刻后扶过克洛塔的脸庞表示同意 随后将他轻轻放平 在五分钟后 骑士和助手会前来汇报行程 他必须在所有人面前违背誓言 克洛塔当即明白是要演戏 可他没想到 塞尔却离他越来越近 整得克洛塔害羞又紧张 赶忙提醒两人只需要假装就好 反应过来的塞尔 瞬间满脸通红的道歉 随着门外脚步越来越近 克洛塔情急之下一把拉过塞尔 当骑士们到达时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无比震惊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必须保持圣洁的司机竟然破解了 而违背规则的人自然要受到惩罚 塞尔将面临三天的禁闭审判 此消息已经传出 立即在贵族圈中引起轰动 而另外两位男主自然也听闻了此事 起初皇太子还幽默调侃 如果跟女人贴贴是罪 那他恐怕要判无期徒刑 而阿诺德则毫无波澜 全当听了个八卦 可当得知女主正是克洛塔时 两人脸色比吃屎了还难看 而另一边克洛塔刚回到家 父亲便马不停蹄地跑来询问 但克洛塔却格外愉悦 这代表着他与塞尔之间的谣言传播很快 听着女儿肯定地回答 男人顿时跪倒在地 他不愿相信 自己的宝贝女儿竟然被脏东西玷污了 听着女儿还说要和那人结婚 男人彻底崩溃了 突然转身冲出房间 将房门死死地锁上 如果克洛塔不同意进入塔中 那么他将会被活活饿死 随后喊来仆人看守 还把其中一名侍从当作那人替身 失去理智地发泄着情绪 嘱咐侍女们要25小时严防死守 这是克洛塔没料到的 但一想到塞尔三天后会来找他 似乎又放心了许多 只要撑过三天 到时他就能彻底逃离伯爵府 可带着饥饿的时间远比他想象的难熬 三天滴水未尽的克洛塔都快饿成干尸了 如果明天塞尔没有守约 这样下去他真的会死 于是他装作未疼想让女仆开门 但对方十分谨慎 见此克洛塔降低音量 有气无力的声音还是说服了对方 最终他们谨慎地开了一条风 怎料却直接对上了克洛塔的魅惑之眼 小姐用魅眼诱惑侍女 却发现其中出现了一个异类 此人竟与男主一样免疫了魅惑之力 就在刚刚 克洛塔吩咐中招的侍女们为他寻找食物 他要趁着这个间隙逃出公爵府 然而其余两人都已离开 身旁的一位侍女却仍旧守在身旁 因为他觉得找食物两人就足够了 自己没必要一起 但如果此人不走他就无法趁机逃离 很快两位侍女都回来了 克洛塔只好先吃点食物再想办法 看着小姐吃东西的可爱米亚 侍女们竟开始索要奖励 毕竟偷拿食物这件事十分危险 一句简单的感谢他们并不满足 当即左右开工痴迷地吻上小姐搏口 克洛塔赶忙阻止 却没想到紫发侍女竟抡起凳子 将两人打晕 关切地询问起小姐状况 现在看来此人果然免疫了魅惑之眼 得知女孩名为马格 克洛塔终于回忆起了此人 当初观看游戏介绍视频时 马格正是女主的专属侍女 还是游戏中关键的NPC 怪不得看见马格的第一眼 克洛塔就感到无比的熟悉 这对他来说可是个好机会 当即请求马格帮他逃出公爵府 事成之后一定好好报答他 怎料马格根本不吃花大饼这套 他知道克洛塔既没钱 也没有珍惜的宝贝 但能让贵族欠个人情 也不是常有的事 所以最终马格同意了请求 临走前还贴心地 为克洛塔披上东西 毕竟他本身就很显眼 这让克洛塔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种能够正常交流的感觉 实在太好了 在马格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来到了门口附近的花园 由于马格很清楚 各部门的工作时间 他很自信能避开巡逻的人员 可此时大门却传来争吵声 原来是罗杰被侍卫拒绝 进入公职府 一旁更是围满了吃瓜群众 其中不乏有审讨罗杰的声音 说他被女人离婚了头 甚至忘记了作为神职人员的职责 而罗杰则坚定地站在门口 今天他势必要见到克洛塔 眼见讨论声越来越大 侍卫不得不施展武力驱逐罗杰 可见才刚出窍 他那天便被对方打落在地 只要今天不看见克洛塔 他一步都不会退 这让克洛塔感到了前阻未有的安心 看来他担心罗杰会改变主意纯属多虑 可正当他想呼喊罗杰时 马格侍女却突然阻止了他 原来是他的父亲正怒气冲冲地走 这下罗格是否能顺利带走克洛塔呢 听批父亲只想和女儿过一辈子 可半路却杀出个坏事的忠犬骑士 起初男人根本没在怕 毕竟身为伯爵怎会畏惧一名小小的骑士团长 可他没想到的是 塞尔早已洞悉他将女儿囚禁的罪行 并且从骑士总部走到这的每一步 都是塞尔计划中的一环 在吃瓜群众的围观下 塞尔宣布他将辞去圣骑士团长的职位 回归男爵身份迎娶克洛塔 此话一出立即引起轰动 就连躲在暗处的克洛塔也感到吃惊 他没想到塞尔会这么快公布这个消息 而伯爵却感到有些可笑 你以为伯爵千金是你喜欢就能带走的东西吗 可他怎么都没想到 围观群众们竟纷纷呼喊着支持塞尔 因为这样纯真的爱情没必要拆散他们 眼见讨论声越来越大 伯爵意识到必须赶快结束这场闹剧 否则传到贵族们的耳中 伯爵家的风评势必会变差 便向塞尔提出可以一周后再谈 毕竟这也不是件小事 怎料塞尔却突然俯身靠近 想必您已经将克洛塔小姐囚禁了对吧 如果圣骑士现在搜查您的府邸 您觉得如何 下人们应该没机会伪造证词吧 可即便如此伯爵也不打算退步 一个骑士团长胆敢如此狂妄 顿时两人陷入了一种胶着的僵局 等到身后却突然传来呼喊女生 克洛塔一下就扑进了塞尔怀中 这让围观群众们再次喧闹起来 纷纷嚷着想看清克洛塔的容貌 塞尔赶紧尽力阻挡 毕竟要是有人对上魅惑之眼就麻烦了 而克洛塔趁着众人情绪高涨之际 大声宣示着自己对塞尔的爱 祈求着父亲能够放他离开 直接将自己包装成了坠入爱河的可怜小姐 顿时将群众的情绪推至巅峰 在此情况下伯爵只好推步 允许克洛塔以准备订婚仪式的名义留在男爵府 在临走前塞尔还留下了警告 如果您胆敢再企图将克洛塔据为己有 我将会代替神来审判你 顿时给伯爵气得咬牙切齿 就这样在群众们的欢呼声中 两人终于得以离开了伯爵府 临走前克洛塔还带上了马格 毕竟害怕他留在伯爵府会被刁难 这下克洛塔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也多亏了今早门外聚集了这么多群众 他才能第一时间看到站在门口的塞尔 原来由于塞尔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活动 群众们都知晓他的名声和容貌 所以当他从骑士团步行到伯爵府时 很多群众也跟随着去到了那里 此刻克洛塔才明白原来一切都并非偶然 夸张的表演 宣告的昏血 一步步全在塞尔的计划之中 原来塞尔也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天真嘛 总之现在自己终于逃出了伯爵府 女孩用真挚的笑容感谢着塞尔的帮助 而马格一声咳嗽打断了这抒情的一刻 此时塞尔才端向起这个新来的女婆 顿时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塞尔担心地询问起 此人会不会做出那些不受控的疯狂举动 克洛塔赶忙解释马格一切正常 塞尔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口中的话还没说完 却突然无力地朝着克洛塔倒去 不仅脸上布满了冷汗 整个人也失去了意识 为了遵守与女孩结婚的约定 塞尔再次遭到了神殿主教严厉的惩罚 可没想到两人才刚离开伯爵府 塞尔就彻底陷入了昏迷 不久后马车终于回到南爵府 一行人赶忙将昏迷的塞尔送回房间 就在所有人一头雾水时 克洛塔率先想到了塞尔身后的皱伤 赶忙让管家将他翻过身来 可映入眼帘的并不是痊愈的伤口 而是比从前更为严重裂开的血痕 甚至就连医生都未知震惊 他从医数十年都未曾见过这样的情况 可当克洛塔询问该如何治疗时 医生却表示简单地处理伤口做好 剩下的事情只能全靠神明护佑 说罢便冷漠地转身离去 这让克洛塔感到难以置信 病人都还躺在那昏迷不醒 他竟然说得如此云淡风轻 原来南爵府的财政并不宽宇 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再次浪费时间 但克洛塔不明白那句神明保佑是何意思 马格这才解释到 原来在七年前有一叫使徒挑起了一场战争 不仅造成无数平民丧命 甚至帝国的骑士也被打得连连败腿 直到塞尔突破了敌方防线才扭转了战局 就此成为了圣骑士团的领袖 当时塞尔身中树剑却还能屹立不倒 所以从那时起 人们便开始相信塞尔是神明庇佑之人 永远不会死于伤病 而主教之所以敢在塞尔负伤的情况下动手 想必也是因为这个传言 闻言克洛塔只觉得可笑又愤怒 他不懂什么狗屁的神明庇佑 只知道在坚强的人也有极限 听着身后管家安慰着让他放心 反正怎样都不会影响他成为府邸女主人的结局 但克洛塔只想找个地方静静心 现在的处境是他从未预想过的 塞尔只是提出了求婚这样简单的请求 就遭到了主教如此严重的折磨 想必之后也会对塞尔进行报复 看来自己这样做真的害惨了他 这让克洛塔感到内疚又无力 身后却突然传来询问女生 你是塞尔的朋友吗 在这做什么呢 黄发迎童的模样与塞尔十分相似 想必是他的母亲 随着两人目光相遇 夫人朝着克洛塔越靠越近 伸手扶去女孩脸上的冷汗 亲密的举动让克洛塔精神再次紧绷 可预想中疯狂的举动并没有出现 夫人只是轻柔地将她拥入怀中 如果你累了 可以在我这里好好休息 这让从未感受过母亲拥抱的女孩忍不住了 她崩溃地在夫人怀中大哭起来 释放着那些埋藏在心底的压力 也为自己给塞尔带来痛苦感到抱歉 而此事公爵斧的某人却不淡定了 得知克洛塔入住了男爵斧 阿诺德起初还在强装镇定 可以想到他马上就要订婚了 而自己也再也不可能得到他 阿诺德就气得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医生怒吼差点没把老管家吓回18岁 随后下令让人准备马车 他要立即前往南军府